我們今天邀請了范國威爾業 現在時間交給他 在尖沙主管今天有另一個活動 亦包含後面講得很好 亦和大家做了很多分享 我未必會這麼詳細 亦要預留一些時間 給大家有一個活動 可能會更加好 我自己讀字講 但我收到的問題 到底和平理性非暴力 或者非暴力抗爭的前景 成效有多大 令日本和其他 香港政策上的光譜 互動的情況是怎樣 我就這兩大項講 一些我的看法和意見 如果是講非暴力抗爭 或者是公民抗爭的話 我相信是浩銘、社民連 一定比我個人 或者是新聞主堂 和我所屬的政黨 經驗是豐富的 這是實戰的經驗 這是有面對現實政治 也是責任政治的體現 這是重點 雖然我組在二千年的時候 我相信浩銘還有年輕 我現在四十里 二千年的時候 我也是有工民抗爭 當年 黑雲頓和江澤民 來到灣仔的會展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工民抗爭 和當年的陳國良 黃仲琦 黃仲琦 應該做地變戰 本來有陶君行 不過陶君行 他都做了一些私募 當時被警察拘捕 一樣是試過在仇格 一樣被檢控 是上了庭的 在這方面 我都有些工民抗爭的 實踐經驗 是讓我思考得比較深刻 過去除了在政黨裏面 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在民陣參與 這些訓練 加上我自己本身 在學校讀政治學出身 看的方法 我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自己的訓練 在理論上 或者在實戰上 我認為非暴力抗爭 始終在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 香港這個民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出龍 剛才浩銘有提到 如何去爭取社會支持 即使那個未必是主流民意的支持 但是如果現在經常有個說法 就是泛民過去二十年三十年 又或者是過去 就是那個成效是不章 又或者是這個民主回歸論 是破產一下這個學說 我們是不是要另外建構一個政治理論 又或者是意識不太價值觀 去帶領下一個台階的一個社會運動 向前邁進呢 到底這個是港獨自決 建國 又或者是這個本土自治 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 去隔身一國兩制 落實真正的民主自治 體現普選的情況之下 這個 廣獨為建國就不需要了 因為香港人 真是擔置到這個真正的自治 無論不同的路線也好 過去有很多的實踐是被否定的 但是我不是完全否定過去的反民主派 又或者是我們說 今時今日的非建制派過去的實踐 正如有些論者都會說 非建制派都是特區政府 或北京政府 處心積累打壓 又或者是違背 基本法 一國兩制 或者是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 是讓香港在0708 又或者是12年 是有這個 雙普選之下的犧牲品 所以面對著一個專制的強權的話 全面地去否定過去一些 有份參與爭取的政治力量 那個的付出的話 這個不是我的看法 浩銘剛才有提到 所以我們要求變求生 又或者是作為 向現在這個政治現實去有一個回應 既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的民主回歸 或者是擁抱大中華的一個價值觀 透過先中國是有民主 跟著香港又可以實踐雙普選 這些的理論 如果是破產 又或者是不能夠實現的話 我們就要中港區隔 又本好 甚至乎要勇武 激進都不夠 這樣在議會裡面的參與是不足的 或者議會是因為 繼續是有一半的功能組別 是出現了很大的缺陷 所以有些新的理論是出現的話 我很想說這個確實也是在有待驗證的過程裡面 這個是需要實踐的話 我們才能夠檢視得到的 但是如果在實踐的過程裡面 全面否定過去其他的政治力量的實踐 但是同一時間是會令到建制派又或者是政府更加是令到香港現在的政局是向更加惡劣的情況去發展的話呢 我就認為並不可取了 我看不到在很多地方 就是這個沒有底線的暴力抗爭的話呢 是會較容易地爭取得到主流民意 又或者是社會上較多的人的認同 除非是去到一些很慘烈很惡劣的情況 這個專權的政府大規模的搜捕 甚至乎是好像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的慘劇那種大屠殺 或者是之前烏克蘭那些政府的鎮壓而造成到 非建制派的人士是有傷亡、被囚禁 又或者是好像台灣的白色恐怖那時候 對黨外人士那種慘暴人道 又或者是肉體消滅的一種整治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去到這一刻 我看不到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 我們當然因為梁振英的本志是覺得很惡劣 但是未惡劣到有足夠的社會基礎 有民意基礎呢 是去採取一個暴力抗爭 是作為主族的一種爭取的手段 那麼在這裡呢 我也想分享呢 就是將本土主義、本土思潮 跟著呢 就是模糊化地 將勇武作為一種爭取的方法 又或者是精進作為一種爭取的方式 甚至乎呢 是要確立自己這個旗幟呢 將它和法民主派的一些爭取的目標 譬如說民主普選是不能夠達致的話呢 那麼我們就爭取半島權益 是它對立起來 我亦都認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在策略上面 對現實政治一個分析的一個 充分掌握做到的一種的部署 大家知道了 有效的一個政治行為的話呢 是建基於對政治現實一個 較準確的掌握 如果你對政治現實一個 就是偏差的掌握的話呢 你嘗試去醞釀一些你的下一步的政治運動 怎樣去推進 怎樣去搞組織的話呢 那可能就會偏離了 或者跟你達致到的目標呢 就是會更加難達成 那我覺得 確實覺得現在香港的困局 浩銘就要用碎片化 那我相信最早說應該是劉維興 我以前一直都是說 香港就是 1997年開始 98年開始 會引入這個比例代表制 是令到香港的政黨政治 是全面是化整為靈的 700萬人的城市 有十幾二十個政黨 已經是難以想像的 這個絕對不是常態來的 那現在甚至乎發展到的渠道呢 是完全不需要 那我想說 不是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或者是訓練告訴我 不需要有地區工作 不需要透過地區工作去掌握民情 不需要有正規的政治的參與 或者甚至乎是很強調素人政治 過去的經驗 甚至乎你有一些的實踐 透過民意的授權 就是取得到 例如區議會一些的議席之後 然後就在十級而上 希望去游說更加多的市民 有一個選舉裡面 授權給你進入議會 或者是一個立法機關 現在就說 你用一個旗幟出來 就讓市民去選擇 這個是一個 變成一個 現在我用的形容詞 是一個叫時蒙的想法 我會對這個講法 是有很大的保留 即使包括了 我自認為一個本土派 或者是武術本土派 媒體會形容我們是溫和本土派 都好 就算本土派現在講的 有歸英 有建國 有港獨 有自決 又或者是本土自治的話 我都會覺得 未是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完完全全 代表一條路線 去實際的參與 又或者在公共政策的倡議 去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香港深層次的矛盾 是一個很完整的政綱 可以醞釀得出來的 有一些用片面的 純粹是因為勇武 但你告訴別人 勇武就好像是代表了本土 因為過去的 泛民的實踐是不理想的話 就現在由本土派是去抓旗 然後就在選舉裡面 嘗試爭取人民的授權的話 我認為其實是會 反而是會對建制派 或者北京政府 特區政府的管治 是放他們一馬 我認為這樣會自我萎縮 又或者是令到力量 是更加分散的一個危機 我們看到這個危機 所以要很審慎地去考慮 至於非暴力抗爭 當然有不少的歷史的事例 我相信很多學者或者同學 或者各位朋友 你們一定都會有 聽到我們經常引用 無論是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 為什麼不是由 Malcolm X 是由Martino Verking 馬丁努特金 去達至最後 無論是談判 又或者去倡議那一套 是廣為 不單是黑人 也是白人社會的一個支持 從而促進到 正式制度上的改變 又或者是南非 或者是馬達拉 又或者是印度的成功金 都一樣的話 我們會覺得是有些的先例 是可緩 是較容易獲取得到社會的支持 甚至乎是減低社會 那個巨大的一個成本的付出 這次年初一就有這個定尊事件 但如果下次再有這類 嚴重的警民衝突 我不會用騷擂去形容 而那次好像六七暴動的時候 有平民百姓傷亡的話 我會預視得到香港整個民情 就會出現更加巨大的逆轉 雖然我們未必會採取一個 譴責的方式 我們未必會認同 或者未必做一個政治判斷 認為那一刻是去採取這樣的形式 去反抗 我們明白它那個社會的基礎 證明我們知道 有很多有份參與到 年初一或年初二凌晨 在旺角的延續警民衝突 是有在折王期間出現 被警察忠受那些暴力的對待 所以他們有一種本能的反應的話 這個完全是可以明白的 但是就好像毫敬說 你高度地去將它理論化 或者認為是一個路線 又或者這個路線 會蓋染了其他非暴力抗爭 又或者是和平抗爭 公民抗命 例如佔領運動期間那種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完整的路線的描述 是可以令到有更加多的市民 年輕人或者香港人去追隨 而因為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去支持的話 其實是會令到自己大致的目標 的機會是大打折扣的 如果我們要批評 泛民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的參與 爭取得到補選 你現在要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其他的實例去檢視 例如2009年年底 在2001年初的高鐵事件 你就會知道當時是有幾萬人的參與 但是現在因為香港的政局 特別是泛民嚴重的稅片爆 你看回剛剛在早前的高鐵的 延超之勃款那次的動員 浩銘利十幾位二十幾位 竟然可以一個 本來是曾經是令到整整一代的80後 去掀起它來關注本土權益 或者是引領他們去高度地去參與 香港的社運或者是民主運動的熱情的話 經歷過一些這樣的辯論 或者是互相是一種去抵消的話 令到這次的高鐵撥款 在立法會的動員大幅地去萎縮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明 或者是實踐 是現在這種互動的方式 或者是互相排拒的方式 或者是很排他性很強的政治論述 我不是泛民 我是本土 或者我本來應該是勇武 但我告訴別人我是本土 然後有了話語權之後 就不斷去界定其他人不是本土 或者因為不是本土 你就出賣其他香港人的權益 然後你那套和平理性 或者是和你非非的參與就不理想了 所以應該用我那套的話 如果是用結果 又或者是用成效去量度的話 我就想說 那個成效剛剛是調轉的 是調轉的 是不單止發展不到 還是萎縮了 我們真的要看實證 如果我們認為真的好像是掩視真理 就算不是唯一一個很重要的標準的話 我們就要看回這些事例 從而去歸納到底我們怎樣可以作出一些調整 在下一波的民主運動 又或者下一波的政改方案 又或者一些很重要的民生 涉及到香港人巨大公眾利益的一些議題方面 去再造這個政治動員 布永剛才有提到 或者是長毛都經常說 要有就這個雨傘運動做一個點討的話 我就較為悲觀點 始終都是過了兩年 理論上在每一次的選舉裡面 應該反而是這些論述去一個好點事 一個黃金機會迫使得到參與選舉的政黨 更加將自己的理念講得清楚 就由人民去決定 但是我們又有時會說 因為選舉的活動 有時在選舉的部署 是多於一個很真正 又或者很誠實的一種說理的過程 但是為什麼過了選舉之後 我更加不樂觀 就是選舉 大家有沒有知道 用結果 或者是用選舉結果 去合理化自己的路線 這個是差不多所有政治人 我不會說是通病的 這個確實是其中一種 因為是兩化民意 是去告訴別人自己的路線 但是我很想說 在228這個新東補選裡面 本民前的梁天琦拿到六萬多票的話 我絕對相信 有不少的部分 有不少的部分 是因為一個非常態的 或者很罕有的一個 一個旺角的嚴重警民衝突 造成了大量的選民 要投這個Poters vote 我並不認為六萬多人裡面 有大部分是認同這個路線 就是香港未來民主運動 又或者是本土思潮的一個出路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但是因為現在有人去演繹為三分天下 我也都不認為本土 泛民和建制是三分天下 我不相信 我過去的訓練 學院的訓練 或者實戰的經驗 或者我 至少都 告訴大家 我做了四屆區議員 即是一屆未到的立法會議員 實戰經驗 這樣去解讀選舉結果 但是你將自己 一些客觀出現的事實 借用了之後 再將自己的論述去強化 去片面地強化 說不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有欠偏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剛才一直都說 我尊敬後面 長安或社民連 這種激進法文那種參與的形式的話 我自己都是嘗試 身體力強去做的 我2011年至2012年的時候 是民政召集的 那時候我們真的請了一些大狀 幫一些參與社雲的朋友 年輕人說給他們知道 如果你真的決定去衝 你真的決定去公民抗命 我們有責任 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給你們 還有武器 你不是真的拿刀槍槍 絕對不是的 你真的面對拘捕 你入到警署 入到臭駕 你應該怎樣去處理 不要掉到陷阱裡 不要被警務 或是被黑警也好 被警察也好 去調查你們 陰你們 又或者甚至乎是說 就是你 它令到你較容易進覆 明明不是襲警 就是瘋你襲警 犯了一些不應該犯的錯誤 因為我想說 我2000年被人抓的時候 我沒有這些訓練 沒有這些訓練的 我是國外人 吃過虧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你真正相信自己的圖 甚至乎相信公民抗命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 第一 知道自己的目標 你有足夠的政治技巧 將自己的政治行為 想達至到 起碼傳遞的訊息 你被人抓 面對牢獄之苦 有可能 又或者要上庭道 你起碼都應該 是否要清清楚 將自己的理念 去說得出來呢 我2000年那時候 拉完之後 報一兩天之後 報仕之後 就不多了 我會覺得 如果你從政治行為 來說的話 你便沒有把自己的理念 可以很清楚地說得出來 如果我們要我們的年輕人 也好 香港市民 追隨你的政治路線 去作爭取目標 或者採取這種手段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也要看看 你的成效是怎樣 這個是很實務的政治人 應該要思考的 還有 如果是負責的政黨 或者是政治領袖 你更加要告訴你的追隨者 知道你自己的一套 清清楚楚 你是否願意付出 不過我也想說 我也確實認識有律師朋友 但郝敏也可能認識 例如 本土民主前線 有參與的 年紀前的 光復屯門 光復元朗 光復上水 那些行動 真是有些年輕人 在現場已經被警察打到PK 去到警署又再打 打完出來是沒有人理的 去到警署再跟警察說 你可不可以不告訴我媽媽 不告訴我家人 那些是很痛苦的 這些是要深入苦悦的 或者義務地付出的 法律界的朋友 一些實踐的經驗 告訴我們 幸好有人幫他們 去到最後 但是你告訴我 就是 這班的朋友 他願意付出這麼高昂代價 又或者他可能不知道 原來要付出這麼高昂代價 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很純薄的理念 用他這樣說 但他可能不太掌握 原來是可以這麼嚴重 又或者起碼我們應該有責任 告訴他 在這樣的準備 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為自己的意識形態 相信那套的政治藍圖 又或者是抗爭的手段 而去付出的話 我覺得這個才是 最正規的參與方式 也是責任政治 又或者是負責任的政治領袖 應該要做的事 如果自己不是和前線的抗爭者 是站在一起 而只是有部分的學者 做思想準備的話 我覺得這個 不是我參與社會的方式 但是如果不是都不要緊 你起碼要清清楚楚告訴別人 如果你覺得真的要勇武抗爭 又或者是和你非非如全不同的話 你應該要去實踐 你應該要不斷去實踐 還要告訴別人 因為我實踐了的話 那個成效是又在 我又用了本土派 我們經常有提到 這個走私水貨行的問題 走私水貨行的問題 我們經歷過由一週一行 這個一籤江行 去到一週一行 又有一個光復 屯門光復上水之後 但現在在北區同樣地去槍拳 我們要針對的 有部分很勇武的朋友 講過那些有黃蟲 我從來就沒有用這些人去形容 要被針對那些大陸自由行李客的 這樣我們沒有笑到 不過角色轉換了 就有部分的南亞 如果是香港人自己去做走私水貨 我們就要檢視 咦 我們那種光復的行動 就是去踢擊的行動 是不是真的這麼勇武 去針對這些有參與走私水貨行為 影響香港人 日常生活的走私水貨客 有沒有達致到你這個運動的目標 你要很誠實地去面對自己 也都誠實地去面對其他參與社會的朋友 講得清清楚楚 用回同一把尺 你要去批評其他人的話 或者去說服其他人 你相信我一套政治路線 不是另外一套政治路線的話 我覺得我們有責任 也應該由這個思想準備 去跟我們的支持者 又或者去嘗試爭取其他人支持的過程裡 去交道得清清楚楚 還有 在初一晚之後 新聞主同盟也發過聲明 跟社民年好 人民力兩有 我們都沒有採取一個譴責的立場 我們都確實相信暴政是衍生暴力 不過我同樣地相信 暴力就算你推翻這個政權的話 都會有很大的機會 再下一次下波回來 衍生暴政 那種手法 即是手法和你爭取的目標 我們要很小心去處理 雖然我也知道 聽過有參與旺角 即是嚴族經營衝突的朋友 真的告訴我 很年輕 參加了兩三年的社運 還有參加這個雨傘運動 他那一刻告訴我 很恐懼 他說參與社運兩三年 從來未感覺到生命有危險 人身安全是受到死亡的恐嚇 他在年初一晚在旺角的時候 他真的這樣 他說見到警察瘋了 拿著警棍 不斷地扭 不是那些拿起磚頭的 而是說他們要驅散人群的時候 男人、女生拿著一杯雪糕 走過路過街 都不斷扭 你明明站在一旁的話 是瘋狂地去濫用暴力 去到那一刻 他真的覺得拿起磚頭 就去扔出去 但是你要記住 這種智慧的本能 並不是我們說 強調有路線 而是有組織 有思考 有意識 來的一種手法 是不同的 我們就要量度 在年初一 那次的嚴重警民衝突 和戴耀廷 又或者是商學 特別是學民思潮 透過佔領公民廣場 而促成的 在2014年的9月28日 那次的施放催淚彈 反而造成了整個佔領運動的出現 由偶發的開始 但是成就了整個運動 那你們要看 是因為這種和平理性 又或者叫做非暴力抗爭 號召出來的人 的人數是很不同的 如果你還量度那個社運動 又或者人數的參與的話 佔領運動很明顯是 社會上的支持 或者是大致到 或者是施加於政權 北京政府 或者特區政府的壓力 是大過 你在旺角的警民衝突 是多很多的 所以這些經驗 就是讓我們去檢視 下一波的運動 來的時候 我們採取什麼的立場 或者是哪一種的路線 或者是哪一種的論述方法 好嗎 少少分享而已 我想由大家一問一答 可能會更加理想 是 好 多謝了 我是先生 謝謝